国平六大主力 一天打完只剩三人 林高远 梁静坤 数了马龙更是惨败 王浩的脸色已经说明了一切 中国国平本次沙特大满观赛 难对六大主力出战 结果真是没想到 一天打完剩三个 差一点就只剩下两人了 除了樊振东和王楚清 险些就没人了 谁敢相信 国平多位超级巨星 核心球员全部二轮游被淘汰 梁静坤2比3输给了阿拉米扬 同时呢 林高远1比3溃败给了格罗特 这两个人连续的输球让人有点意外 但是也都有些理由 因为梁静坤上下线极大 实力波动也很明显 输了吗 偶尔也有可能是状态不好 林高远也是如此 大赛心态有问题 可是我们真的没有想到 清科世界杯冠军 国平队长马龙也输了 0比3溃败给了韩国的主力张宇珍 要知道纵观历史交手记录 以前张宇珍就没有赢过马龙 这是他第一次赢马龙啊 这实在是太离谱了 我们真的是没想到马龙怎么也会输呢 林高远输了 梁静坤输了 这本来是龙队的天赐良机 因为他们在进行奥运会 第三人的争夺战 都知道王楚清凡震东是世界前二 单打名额也基本上稳了 大家争的就是南队的团体第三人啊 马龙确实机会很大 可是呢 与此同时 你马龙得展现出实力来 前两个人都输了 那么他最大的竞争对手都倒了 本来这是马龙的天赐良机 这次比赛你保持到最后 别输外战 基本上第三人就是你的 可是谁能想马龙也输了 输得更惨 零比三 林高远是赢了一局 梁静坤赢了两局 马龙一局都没赢了 这打完之后 王后就彻底绝望了 他现在不知道怎么选奥运第三人 你第三人一定不能输外战 团体一定要站出来 梁静坤和樊震东是基本上稳了 前两人和单打名额都是他们的 可是现在你说这第三人咋选 好不容易看到有人外战落胯了 帮助王后更容易做决定 可是没想到其他人也在输 就三个人在竞争这个名额 梁静坤 林高远 马龙 你说最终选谁呢 甚至于你干脆他们三个都不选了 直接选林诗洞 至少林诗洞 还三比二赢球了呢 稍妇洞 好 好 好